Hello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麥玉姐小麥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今天的小麥的健康筆記 還是要來呼籲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可以透過YT來搜尋關鍵字小麥的健康筆記 就可以看得到完整的內容 提醒大家一定要記得幫我們按讚留言 還有多分享 現代民眾 其實常常都會出現很多的文明病 主要就是呢 大家的生活壓力都超大的 另外一個部分呢 通常大家一直使用3C牆皮 然後呢 透過平板不斷的追劇 然後每天都在滑手機等等 因此呢 腰痠背痛 這個問題非常非常的嚴重 好 不過其實大家知道 只要姿勢對了 這些都不是問題 今天節目當中 就要一塊跟大家來討論這個話題 在現場為各位邀請到的是 物理治療師胡逸為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好 另外一位是我們的女性的救星 身材救星 他是23腰的這個塑身專家 莊碧玉 莊老師 嗨 大家好 好 我首先先來請這個治療師幫我們說一下 就是現在民眾好像變成腰痠背痛 已經是常見的文明病 到底為什麼會腰痠背痛 其實脊椎啊本身有一定的取度嘛 其實我們就是讓脊椎在一個很差的硬力方式之下 維持了比較長的時間 這樣自然久了我們這些肌肉就會疲乏 就會導致最終哇一整天下來 就腰痠背痛了 那到底怎麼樣子的行為 會導致這個腰痠背痛 有哪些NG行為 大家千萬不要這麼做 最常見就是駝背了 虎背熊腰這樣駝背啊 或者是你有習慣單肩背背包 或者是 或者是你習慣就是躺坐臥在沙發裡面 握著滑手機一整天 或甚至就是會比較習慣穿高跟鞋啊 或者是站三七步啊 甚至翹腳啊盤腿等等的習慣 都會讓我們的脊椎在一個比較差的姿勢之下 維持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是不見義民眾單肩背包包啊 對 它其實就是單側的硬力都是不好的 那有些人他們其實沒有注意到是 我平常上班的時候 我認為我的螢幕就是要擺遠一點 結果有人是這樣子偏一個側邊的 連這種事情都會造成 兩側的硬力是不一樣的 那長期下來你就會覺得 哇 我好像某一邊的脊椎特別的痠 另外就是很多民眾這樣子 比如說下班回家就這樣攤坐在椅子上 滑手機追劇看電視也不行 對 然後甚至是上班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是一開始可能還有注意到 後來久了累了就整個脫下去了 或是歪一邊了等等的 這其實都會造成我們腰酸背痛的主要原因 大家常常見到的方法就是 我只要腰酸背痛我就去按摩 但是按摩真的有用嗎 其實我都喜歡把按摩比喻成像吃味藥一樣 它只是暫時的舒緩而已 但是其實這些肌肉他們是需要有彈性的 你越按摩其實你只有當下放鬆 所以很多人的問題都是 我長期需要依賴按摩為什麼 因為就變成說你長期讓你的肌肉放鬆 但是脊椎又缺乏支撐 長期下來就是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就變成說我脊椎越沒有支撐 我越需要去按摩 然後每天坐姿然後習慣還是一樣 沒有真正的從本身的原因去解決 就是說我的脊椎根本沒有去撐它 我只是讓旁邊肌肉越來越鬆 結果這樣就造成惡性了 然後就是說我每天還是一樣酸痛 然後一樣需要依賴按摩 跟吃胃藥一樣 我大魚大肉暴雲暴食 然後空腹喝酒喝咖啡之後 吃個胃藥 我繼續空腹喝咖啡 那胃怎麼會好呢 那不會好的 所以我認為其實不是應該要從 按摩去當它的解藥 而是要從你平常脊椎有沒有支撐好 有沒有讓整個脊椎 在一個比較良好的硬力之下 去維持比較長的時間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在臨床上 你有遇過哪些的個案 如果它真的長起來 它都不處理的話 最後到底會導致什麼樣子 嚴重的後果 最常見就是聽到人家 講的注骨神經痛 這個很常見 很常見 其實現代人啊 他們在做的時間 因為相對的長 腰椎的壓力相對的大 當我的姿勢又不是很好 腰不是很挺的時候 第一衝擊到的 其實就是腰椎 那腰椎中間都有一個 所謂的椎間盤 它突出的時候壓到 就是我們所謂的 坐骨神經 坐骨神經 會引發的腳痛 腳麻 甚至整個肌肉 會有萎縮的情形 那有些人他們是那種 突渡啊 或長期穿高 而且久站的那個族群 可能就會造成 所謂的腰椎滑脫 那種就是腰椎過度 向前位移 還會合併 追攻 會斷裂哦 那種的話 就是壓到神經的狀況 會更嚴重 會引起就是腳趾頭有發麻 灼熱那種情形 那其實下半身講完 其實上半身也是 當我們整個胸椎 一起拖下去的時候 整個烏龜脖啊 圓肩啊 這種姿勢 通常都半隻隨之而來 那慢慢就會引發 所謂的頸椎的椎間盤突出 手會麻 睡醒的時候 脖子會痛 肩頸會痠痛 所以其實整個脊椎 像我們講整個龍骨有沒有 很重要 維持它的形狀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避免以下這一些 臨床上的醫學的 這些病理狀態出現 好 我剛剛聽了這個治療師的分享 我現在就發現 如果我們把這個人體 整個龍骨來看的話 最重要的部分 你覺得就是中間那一段腰椎 因為它往上 往下 都很重要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 如果真的要選一個點去控制啊 其實你會發現 首先先把腰挺直了 胸椎自然就被往上推動了 頸椎自然就被推起來了 所以我們單純做到一個挺腰的動作 這樣子就往上支撐住 整個上半的脊椎 然後通識你的髖關節也得到矯正 就是你不會所謂的 整個骨盆就不容易後傾了 那如果你是上班族啊 需要久坐在辦公宇上一整天的 你就很難這樣支撐 6到8個小時 所以這個時候我會建議你 你可以在辦公宇後面放個至少腰部的 這個支撐的靠墊 或者是你不習慣就是 每天都坐到底 你還是往前坐的話 我建議你其實可以選擇那種 腰背支撐型的塑身衣來穿著 這樣都會讓我們這個脊椎 在一個比較好的硬力下 維持比較長的時間 以防止腰痠被通 好 聽了這個治療師的分享之後 我想問一下莊老師 這樣聽起來脊椎對我們來說 真的是很重要對不對 沒錯 因為其實我本身像產後 我的脊椎就不舒服了 會痠痛 然後呢 衣服要穿很緊 因為以前我是買那個彈性的 那個萊卡的那個塑身衣穿 但是因為它是彈性的 會很容易有彈性疲乏 所以我買的很小件 支撐力才夠啊 超難穿的 然後上廁所也超難上廁所的 後來呢我就找了那個羅琳亞 像說他們現在衣服有軟缸嘛 其實你說你常常8個小時 叫你抬頭挺胸 一直支持在那邊很難吧 所以我會覺得 衣服可以支撐嘛 那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就 像我已經穿20幾年了 我到現在也不會脫背啊 而且本來脊椎痠痛 我大概穿了3個多月 到現在20幾年來都沒有痠痛過 好 其實大家現在也許看不出來 莊老師身上就穿著這個塑身衣 我仔細研究一下 莊老師身上的塑身衣 其實大有來頭 因為呢這一件用了12道的功法 而且大家知道嗎 他有31項的專利 更厲害的是 這當中有一個秘密武器 曾經有拿下 美國彼茲堡發明獎的 醫療方面的銀牌獎項 我們稍後就帶大家一塊來介紹 現在的塑身衣已經顛覆大家的想像 因為過去我們都覺得 好像是產後婦女才需要穿的 不過現在不是如此囉 有很多一般的民眾 在日常生活當中 他要調整一下姿勢 來拯救一下身材 是不是都可以穿這個塑身衣 我想請莊老師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塑身衣 它最大的特色到底在哪裡 其實塑身衣 最主要你要穿得住 你要好穿 我以前有穿穿的那個萊卡的 你知道嗎 要越緊才有效果嘛 然後距離是不是很遠很難勾 超難勾的 冬天都可以勾到滿頭大汗 你看喔 像這樣的距離你是扣不上的 你怎樣都扣不上對不對 但是呢羅琳亞的塑身有個專利 就是S拉伸 他這有得過金牌獎的 你看喔他就這樣子勾 非常簡單拉 1 2 1 你就這樣子拉就好了 還有比如說這是我們的肉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蹭墊布 你可以把它拉出來 就不會看到 嗯 我們就蹭墊布 蹭一下 但是呢我們就這樣子拉就好了 1 2 1 2這樣子拉 有沒有他就可以拉命了對不對 嗯 然後再來 1 2 1 然後這樣子你就穿得上 你雖然勾不起來 但是你穿得上你就可以出門了對不對 對 這樣子是不是很簡單 嗯 而且呢這個 像說 哎我們的長後婦女啊不是 都需要補乳肩帶嗎 對 這個也可以 像你直接從這邊開也OK 欸等一下老師你從剛剛拉 然後再幫我們講解 這段時間不到一分鐘就穿好了 幾秒鐘而已啦 真的耶 然後你這繩子最主要好 你要把它收回來 為什麼呢 我們如果說想吃大餐呢 嗯 怎麼辦 哦要鬆一點點 對 你就可以把它開鬆一點 然後繩子就留下來就好了 你就把它回勾回來 然後回勾回來 然後 這邊有個小口袋 你就把它放著就好了 有沒有 就把它放在這裡 還有小口袋 這兩個小口袋 哦 然後再來呢 這個 如果是你廠後要補乳對不對 我們就從這邊 它這個有補乳肩帶 哦 它打開它就可以了 嗯 補乳肩帶也是很簡單啊 然後這個 就是量身訂做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跟選擇你的布料 還有選擇我什麼款式 像我穿的這一個款式 就是縮小腿 因為我常常要爬山 我需要護膚 所以我需要穿這種長腿的 然後如果說你是長厚呢 我只是要到大腿的部分 就做到馬褲款就好了 訂做有個好處就這樣 如果小女生不是 只是個小腹而已嘛 現在的人因為可能營養太好了 一個小腹你就穿那麼迷你的 穿著小短褲啊 或小裙子 這樣也可以 而且穿起來它最主要它是 有那個支撐 就是它有軟肝支撐 所以它可以橫挺 你看我今年都64歲了 我還是橫挺啊 我也不會彎腰駝背啊 因為彎腰駝背姿勢不好 你就容易很多的病痛 嗯 那老師我有問題我要發問 因為呢 我自己就是產後的時候 穿那個塑身衣 我都穿不住 最重要的就是我覺得好熱哦 你們的布料會嗎 布料有冬天的也有夏天的 你可以買定做那西式排汗的 還有一種透明的 超涼的 我穿的都會冷耶 夏天哦 因為我們的衣服是寬的對不對 做生衣是貼在身上 但是你這樣子動的話 你全身好像有人幫你山崩耶 穿了一次我就不敢穿了 太冷了 連夏天耶 後來我還是穿那個西式排汗的布料 好那另外很多女性都會想要問的是 我那個上洗手間的時候會不會不方便 有沒有看到拉鍊 這個有拉鍊 而且它是有兩層的 有一層的 然後這拉鍊一打開就可以上廁所 然後它的那個拉鍊可以開到這邊 大小號都OK 不是只有可以小號 有很多人在問說大號怎麼辦 不用跑回家外面也可以上 好的那當然這個塑身衣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這個軟鋼設計 軟鋼設計我想請老師幫我們來說明一下 這軟鋼設計超讚的 我拿給你看 因為講的你可能聽不大清楚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所謂軟鋼設計 你看我們普通的做生意是不是這樣 對 這個是市面上一般常見的 對對對 之前都是這樣子的 蘿莉亞做生意是這樣 有沒有 然後它也可以很軟 因為你要活動啊 你總不能彎不下來啊 但是它回縮力又好 它是支撐住的 所以這衣服是有支撐的 它相對它也可以幫你支撐 你的脊椎 然後這個它很像是沒有彈性 所以你不會吃胖 你不用說我吃了一個便當 肚子就跑出來 你知道嗎 彈性的我只要吃一個便當 肚子就跑出來 然後這個就也叫吃不胖內衣 因為它是沒有彈性的 然後我講的透明就是像這種的 它是透的 這穿起來超涼的 如果夏天你也可以選擇這種布料穿 或者西式排行 所以換句話說 軟缸設計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一方面它有那個支撐度 然後另外一方面 它穿起來又不會不舒服 對 對 所以就是跟之前 最早期最早期 是不是有 我們都覺得穿塑身衣 好像是在穿鐵衣一樣 鐵衣 其實我們有得到那個 美國皮茲堡的那個替代醫療獎 那個評審它是有穿鐵衣的 很笨重 他看到我們的衣服 有九條軟缸 他說這樣子穿起來又很舒服 然後他又有支撐力 因為他穿起來九條缸等 不用穿整片 因為鐵衣是整片的 對 所以他就覺得 我們的衣服非常好 很適合他們的那個鐵衣人的需求 就是不會那麼悶的 你們最大的特色 其實包含你剛好提到這個軟缸設計啦 有S拉繩啦 另外一個部分是不是其實你們是量身定做的 對 量身定做你看喔 我們就不用再去穿 像這種你是不是要穿 通常都有尺寸 對對對 還要穿內褲 對 因為他有 對 有 而且你這個一擠壓之下 因為內褲沒有疏力嘛 所以穿起來之後 兩個屁股會變四個屁 有看過嗎 有有有有有 我可以想像那個畫面 然後呢 你在穿一件胸罩的時候 因為這邊有斷層 然後這邊就會有個肉脊出來 我就想說怎麼會越穿越醜 這樣子怎麼穿 那古早我是穿三件事是很 一疊一疊 本來要瘦結果越穿越怕 因為三層 對 那你看這種單層一層就好啦 然後胸罩你也不用再另外穿 褲子也不用另外穿 這叫一體層型 量身定做的好處就是 哎 每個人身長不一樣 那他會符合你的身長 然後我們的專利有很多 我們的專利有包括後面他還有那種 因為我們的布料是沒有彈性 那你穿著是不是不能弄 那我要能活動啊 那我後面是不是要有延展 那延展他是有專利是 技術性的專利 就是說哎我在不是這種 萊卡的喔有彈性 但是他這個沒有彈性 那你怎麼會延展 你就是要去做那個 那個我們的特色的功能 我們不是有時候到工法嘛 那裡面也是其中一大 你們是終身修改 終身服務 對 沒錯 對 所以變瘦變胖都可以 對 羅琳亞的瘦身衣 是可以穿一輩子的 我看到那二十幾年的 還來改耶 那衣服已經破破爛了 我說你有新衣服為什麼不穿 他說舊衣服穿得比較習慣 但是他有新衣服 可是我說你這個 萬一給人家看到不太好意思 感覺你怎麼穿 衣服穿得那麼破爛這樣子 大家都知道耶 以前我們的塑身衣 就是形狀就比較古早嘛 因為我們已經五十幾年了 所以以前那一代的 做的就沒有這麼時尚 所以那種塑身衣 是不太好意思讓人家看的 那現在塑身衣都 像我們這種都要穿 露出來給人家看 那花色的褲子啊什麼都有 顏色很多 所以呢 你一定要讓人家看的時候 你就不能穿破爛爛啊 所以一定要新做 真的 二十幾年了啊 你說換個內衣內褲也OK吧 那一櫃子的衣服 然後內衣內褲 哪有兩三件而已對不對 莊老師你沒有講 我不知道你今天穿的是塑身衣 因為很時尚也很時髦耶 而且我穿的是術色的啊 我是整件的啊 我是一整件的 而且我就不用穿很多件 要不然你會覺得很笨重 而且老師你是不是已經 穿數十年了 吃飯搭飛機你都在穿 一定要穿 不會不舒服 因為你穿著 那搭飛機沒辦法 他沒得換啊 所以 但是他坐著的時候 你會比較有支撐 要不然你會脊椎痠痛 做十幾個小時耶 很不舒服耶 單單坐就不舒服了 而且你知道啊 像我穿這種塑身衣 我可以開跑車啊 跑車不好坐 對 因為它有個角度斜斜的 然後我開始好像開了十幾個小時 我跟你講跟我一起開車的人 都動不掉 都一定要下來休息 我都不用 一定要穿錯身衣 因為你背後有一個支撐墊 然後他那墊子放了兩個 還是一樣不舒服 而且對方還是男生 還開輸我一個女生 體力不夠了 那吃飯的時候呢 吃飯你會少量 因為其實它有束複跟數位的功能 所以你吃的量不會太多 這件衣服最大的特色 就是控制女時量 要不然的話 你如果說 我看到大吃大喝 為什麼人會胖 大吃大喝嘛 那你要怎樣不大吃大喝 就是你有飽足感 那你有飽足感 你才不會大吃大喝 那我就會挑比較 我想吃的精緻的 挑一挑 大概量多少 一個便當吃不完 你大概可以跟人家先去 我就說 沒錢做內衣啊 那個便當錢一半就夠了 少個十年便當就夠了 真的 那另外你們是不是有提供一個 這個道府的服務 有 我們有巡迴車 因為坐月子的不大方便出門 真的這個很棒耶 對 然後也很多人穿梭生衣 不敢讓家人知道 所以巡迴車它其實是很私密性 然後它可以 你預約到哪裡都OK 我們連澎湖都有去啊 那個台花輪可以把我們的巡迴車帶過去 所以巡迴車上 我們是有兩個設計車的風能師 如果你要改衣服 它車上馬上可以幫你改 所以都有配備 就像一個流動性的小店面 流動性小店面 然後其實也就是隨時幫你量身訂做 然後打造 就是說 是一般市面上 其實如果我想要調整姿勢的話 我最常見的其實就是買那種 防陀備帶 防陀備帶其實就是很常見 我就這樣穿著嘛 那為什麼這個塑身衣它 會勝於防陀備帶 它的這個地方到底在哪裡 因為單純如果防陀備帶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拉力在肩膀上的拉力 所以它相對是利用 把肩膀往後提拉的動作 可是這會有一個問題 很多人它就變成肩膀 反而往後過度的挺胸 所以其實我們還有一個 比較常見的姿勢錯誤是過度挺胸 因為其實 對我們的脊椎是一個S型 它像可口可樂瓶一樣 有凹有凸 但真正的胸椎其實是微往前的 只是大部分人可能過度 讓他們想要去矯正圓肩這件事情 所以從肩膀去矯正 但實際上我剛才有提到說 其實很好的控制點在於腰椎 為什麼 因為我們腰椎本來是前凹 所以一旦我們在腰椎這個地方 用力把它束上去之後 你的胸椎自動的就不會這樣過度前凸了 所以控制點很重要 我們一旦腰椎撐上去 你的胸椎才會是一個自然 往後圍寢又不至於到過度前凹的狀態 所以其實我沒有非常喜歡 那個駝背腳針帶這一件事情是這樣的 而且防駝背帶 它沒有辦法直接接觸皮膚對不對 其實穿起來就是蠻臭的 其實蠻不舒服的 對 所以相對舒適度的話當然是一件事情 再來就是考慮到我們想說 脊椎支撐的部分 其實從好的硬力往上去帶動脊椎 在一個比較好的姿勢之下 其實你這樣一穿上去 你根本不需要用力挺胸 你的胸椎就已經開了 這是很重要的 除了大家可以靠著這個塑身衣來維持 我們良好的站姿跟坐姿之外 接下來呢這個 胡治療師還要幫我們來分享 到底什麼才叫做是良好的坐姿 良好的站姿 另外呢也有一些這個PayPal 可以幫助我們來檢視一下自己 我們在家裡兩個人自己來 用一個重物跟一條線 就可以檢測我們的站姿跟坐姿是否正確喔 我們先用側面來看往前 我們需要露出耳朵 那我們的牽垂線呢 就擺放在你的耳朵跟肩峰 首先我們看自己有沒有圓肩駝背 就是先看耳朵跟肩峰這邊 是否呈現一直線 我們放掉讓重物垂下去 所以正常我們在這個脊椎的部分啊 我們在耳朵肩峰要連一直線之外 這邊到手肘 這邊到臀部正中間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小麥 有一個腹部往前推的狀況 因為正常來說 髋關節這個點要在線上 就可以看到有個明顯的差異了 小麥可能在頭跟肩頸這個地方 圓肩並不嚴重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臀部 往前位移了這麼多呢 原因是因為來往下看高跟鞋 所以為什麼我們前面提到說 容易有姿勢錯誤的部分 就是在高跟鞋的部分 所以它自然而然有一個重力 讓我們往前推 所以我的線也相對垂落在膝蓋的後側 所以正常來說 膝蓋應該是在這條線的正中間 所以這樣就可以 比較明顯的看到說 我們的硬力就是往前推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 老師的站姿如何 同樣老師也是穿了一個 蠻高的高跟鞋 那我們一樣把牽垂線 放在它的耳朵跟尖峰這個地方 大家有沒有發現 牽垂線到了髋關節的部分 在正中間了 甚至到膝蓋的部分 在膝蓋的正中線了 為什麼同樣穿了高跟鞋 為什麼這樣差異呢 因為老師現在身上穿著塑身衣 所以塑身衣這個時候起了什麼作用 它把腰椎支撐之外 它把腹部往前往後收緊了 所以你的骨盆這個時候 並沒有因為高跟鞋的 往前頂的動作 產生一個過度前傾 所以相對就算穿了高跟鞋 在塑身衣的幫忙之下 它產生一個良好的支撐 讓我們的脊椎得以維持在正中線 這就是為什麼 你有長期需要穿著高跟鞋需要的人 還是可以穿個塑身衣 可以維持你身體 在一個比較良好的姿勢 而不容易痠痛 這個就是它有沒有 穿塑身衣的差異了 當然還是要建議大家 如果可以少穿高跟鞋就少穿 但是真的如果需要的話 加一件塑身衣 其實可以延長整個脊椎支撐 跟避免它有過度前傾的情形發生 那再來我們在坐姿的部分 來我們請小麥先坐一下 我們平常的坐姿 甚至你坐累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會往後口 所以我們好我們先試著先坐正 想像自己最正常的坐姿 最好的坐姿 一樣我們牽扯線一樣是放在耳朵尖峰 要跟腰椎成一直線到臀部 當我們累的時候 來往後靠 對那當你離開這個曲線的時候 你的肌肉就會過度的受力 只要是離開這條線越多的地方 就是肌肉受力的地方越多 所以為什麼容易彎腰駝背 容易覺得肩頸痠痛 往後拉長的都是你的肌肉 只要離開這條線越遠的地方 都是你的肌肉 所以你都會覺得 腰痠背痛了 然後髖關節也不太舒服了 就有這樣的問題在 那相對如果這個時候 你的腰椎這個地方 能夠有點支撐 撐起來 然後你又不習慣用直接靠墊的話 其實還是穿個縮的聲音 真的會讓你坐的時間 可以維持這個姿勢比較久 相對就不容易產生痠痛的情形了 所以說我們一集以來 我就覺得說 我要坐前面一點才會停起來 但其實是要往後坐是嗎 其實是正常我們是正確的坐姿 我們腳平放在地板上 然後膝蓋這個地方要呈現90度 有沒有90度往上 對然後會有三個90喔 第一個應該是腳 所以真的小穿高跟鞋之外 腳踝這個時候應該90度在地板上 然後我們腳踝這個時候 硬力會最小 再來是膝關節 再來呢髖關節 髖關節以上的話 就是整個脊椎的部分了 所以其實往後坐到底之後 腰椎要有一點點的支撐 對所以腰椎這個地方會建議 放一個最少的支撐在這裡 或是真的不習慣 欸你說聲音穿著 它其實這個弧線就出來了 接下來一點時間呢 這個胡治療師要幫我們示範一些動作 平常如果你真的肩頸非常非常痠痛 在家可以做哪些舒緩的動作 首先我們前面都有提到圓肩啊 駝背啊等等的 我們不建議你去用那個矯正帶去把它幫助 反而我們鍛鍊肌肉的話是很有效的喔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條彈力帶 然後抓住兩端 然後轉個兩圈之後呢 讓手肘夾在自己的身體兩側 夾住之後我們把大拇指往外比 然後用力的往外把它拉開 有沒有覺得哇整個肩膀都開了那種感覺 對 很酸欸 反而駝背的人他們這個時候拉開的時候 我們藉由肌肉的收作去把它帶動 欸這樣子其實胸椎就挺起來了 再來我們其實要搭配一下 我們前面有講到說不好的坐姿造成腰痠背痛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大家在家裡 可以準備這樣的一個大的浴家球 我們先去認知到自己的坐姿是哪一種 有些人是過度挺胸的 有些人是過度駝背的 我們先坐上來之後 我們先去找脊椎的正中間在哪裡 所以首先你先去認識到 什麼叫做只用腰椎用力 好 腰椎用力往前頂的時候 把球往後拱 腳步動整個腰椎往後用力拱 跟往後凸 前拱 後凸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搭配我們剛剛講的彈力帶 我們讓自己的胸椎維持在一個 比較挺起來 但不過度前傲的狀態之下 所以用力前拉手肘夾住 用力往外打開 這樣的狀態之下 我們做一個脊椎的矯正跟認知運動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會問到說 欸 那我們剛剛講的塑身衣能不能傳 所以這個時候軟鋼很重要 為什麼 它要讓你能夠這樣動 所以它應該是在給你一個 微小的支撐被動 加上主動之下 可以讓你的脊椎去活動的 所以一定要有這個功能才行 完全硬的鐵衣 其實是不建議的喔 所以你在做動作之下 你會讓自己的脊椎去鬆動 活動之下 然後我們在同時 讓自己的脊椎減壓 同時讓這些肌肉通通都火化 這樣子就可以讓自己維持在一個 比較良好的坐姿 時間比較久 相信如果有觀眾朋友 現在跟我們坐的時候已經覺得 哇 手痠了 背痠了 已經有感覺了 這樣子就可以達到一個 很良好的訓練跟矯正效果 這是剛剛坐姿的部分 那我們平常脊椎 還有哪些訓練要做呢 其實很常見的一個瑜伽姿 是叫貓狗式 對不對 貓跟駱駝是貓狗式等等 其實我們就是讓脊椎啊 在一個平面跪姿之下 手跟地板呈現90度 腳這個地方膝蓋也是呈現90度 那我們在這樣的姿勢之下 一樣讓脊椎做一個前拱 跟後凹的動作 做一個貓 像貓在伸懶腰跟駱駝 這個時候其實都是在活化你脊椎周邊的肌肉 那本身有彈性拉開拉長跟縮短 縮到最短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可以抬起對側的手腳 抬右手就抬左腳 我們這個時候是利用地心引力的關係 讓脊椎斜對側的肌肉做交替收縮 所以右側左側如此交替 就可以讓我們脊椎旁邊的肌肉做活化 那重複次數多跟時間久 就可以增加它的肌力跟耐力 同時可以讓我們就是比較站比較久 或住比較久的時候 這些肌肉都可以足夠的支撐 如此主動的肌肉收縮加上被動的 這樣縮身衣的一個支撐 才可以達到我們最終延長整個脊椎 在一個比較良好的硬力之下 去延緩我們整個脊椎容易 反正發生一個不良硬力的狀態 產生的一個肌肉痠痛的情形 大家可以在家裡試試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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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